欢迎收看各位观点时刻 现在金华城整个侦办的方向非常清楚 现在图利罪已经巩固了 现在检调已经非常清楚的 它就是要从贪污市罪条例的第四条 违背职务的行贿罪 而违背职务的行贿罪 才可以将柯文哲判十年以上到无稽图形 如果你今天要用第四条来判的话 那最重要的金流 这也是现在整个检调跟民众党跟柯文哲 双方互相拔合最重要的关键 而现在这个关键点 有一个人慢慢浮上台面 这个人就是沈庆经 还有今天也点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观点 就是现在沈庆经将金华城 编成金华广场 非常明显就是左手转右手 那完全是一个掏空公司的行为 而这一张的照片 也完全坐实了这样的一个指控 怎么讲呢 非常清楚的是台北市政府 今天同意让这个金华广场 我有给你这样的容积率 我给你所有的谈判条件 我给你所有的建造 我跟谁谈的 我都是跟顶月开发股本有个现公司 而负责人是谁 负责人都是猪亚虎 可是妙的是什么 妙的是在金华广场的动土典礼店 有猪亚虎的角色吗 有猪亚虎的位置吗 完全没有 关键还是在沈庆经 代表今天不管怎么转 还是在沈庆经的手上 这就完全坐实了 你当时把金华社卖掉 你不卖给幸福发 不卖给其他公司 你左手转右手 溢价 完全都是在图立自己 完全 完全做一个欧龙世道 掏空公司的动作 而这个 会让你背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行者 而柯文哲更妙了 柯文哲知不知道 柯文哲都知道 而柯文哲你明明知道说 你谈判的对象 你签约的对象 你所有的对象都是专户 可是你谈的 你都是沈庆经 也就代表 你不但自己犯罪 你还帮着沈庆经犯罪 而就这一点来讲 柯文哲完全跑不掉 好 我们今天请到 柯文哲的地方首预的 财经专家黄泽松 你好 好 第四位是 自称明天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自称明天张宇轩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 民进党的台北市员李延复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自称明天华伟汉 这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但到现在最关键的 已经是金流了 没错 金流的关键点在哪里 沈庆经 因为你要行贿 你要打电 你要在这个中间 金流的流转 谁是发起这 沈庆经就是发起这 而且从今天 周科的报道才知道 原来检调 已经把沈庆经 所有的财务状况 你的钱怎么来怎么走 你的钱到底有哪些 都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而且我们之前讲的 中间之前有四点三亿 从你的子公司 孙公司掏出来 掏出来以后开始去打电 搞了半天 不是只有四点三亿 一开始 顶月公司就已经给 沈庆经5亿 5亿加4.3亿 有9.3亿在打电 对 没错 抱歉 中秋节过后 目前为止 检调已经来到了 真正这个案子的生存区 那就是把金流 金流你只要查出来的话 那两个 不论是沈庆经 或是柯文哲都会中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沈庆经 因为他的钱是出来了 出来到什么地方 所以现在为什么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黄珊珊 突然要丢出 都市计划条例25条 他就是要稳住沈庆经 所以黄珊珊也知道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沈庆经 对 那你沈庆经怎么样不说 我25条话 我们是我们市政府让你 主动给你的 主动让利给你 所以你没有徒利之罪 所以你只要不承认 这个的时候没有问题 所以检调也知道 这个沈庆经可能都跟他套好了 跟黄珊都套好了 用这样一招 好 那怎么办 我找其他的破口来查你 所以那今天丢出来 今天中刊丢出来是什么 这个金华城 左手卖右手套现法益 沈庆经还涉嫌重罪 对不对 其他的重罪 5亿的靠场经不致去向 我们之前是认为是4.3亿 现在检掉又丢出了5亿 所以是9亿多 你弄了这么多钱 你这可能涉嫌要什么 背信的重罪 所以你看一口气 有三条背信的重罪 背信的重罪来说的话 如果涉嫌到1亿以上的 这个应付的行者 是7年以上 5年以下的有息徒刑 15年以下 所以你看这样子抓起来的话 你可能有2 30年的 这个老要做 那你要不要讲清楚 如果你讲清楚的话 或许这个部分来说 可以换取你的缓刑 或是减刑的这个状况 而且我没有想到 在台湾背信的罪责这么重 原来公司把背信是 你今天左手换右手 你现在涛工公司 这个就是7年 你从来捞了5亿 5亿如果交代不清楚 这5亿也是7年 加上4.3亿去了哪里 交代不清楚 又是7年 光是这3个7年 你就有21年牢了 对 没错 另外一个 今天还约了这个 今天还提讯了 科婚者提讯了3.5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沈金星这边的金流 大概有一个爬数之后 我现在想要从 你另外这边来跟你对 你包括USB的这个 1500到底代表什么 你的大选的政治现金 还有4300万的这个商办 还有你陈佩琪的619万 讲清楚 因为现在这边有金流 你这边的金流 兜不起来的时候 看能不能够把两边的 串联起来一个状况 而且宝洁 现在他们要怎么去突破呢 因为沈金星都说 不是啊 这个金华城跟我无关啊 这是朱雅虎这个顶月开发事啊 可是宝洁 这张照片告诉你一切所有的事 这张照片 在2020年的10月19号 金华城广场动工的时候呢 宝洁 这个是顶月开发的案子 对 顶月开发的董事长是朱雅虎 朱雅虎照理说应该来这边 朱雅虎那天没有在台上 对 这天台上的是 沈金星在西位 然后呢 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顶月开发怎么变成是这个 你怎么会 所以我就说 这整件事来说 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恐怕是他们背后 所已经做好了一个时间轴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相关的 怎么运作的程序了 所以市长 你要讲的 当这个2022年的 10月19号的时候 大家欢欢喜喜的 进行了金华广场的动土典礼 大家非常开心的出去浇花 浇花的时候留下这个东西 对 竟然是陈塘震购 因为我们再强调一遍 今天台北市政府 签的协议是跟谁签议 是跟这个所谓的顶月开发签的协议 今天我给的建造是给谁 我给的建造也是顶月开发 负责人就是朱雅虎 我所有的合约 所有的契约 所有的坦白 都是顶月开发 你柯文哲难道不知道吗 你柯文哲如果知道的话 你旁边怎么会做的审计金 而且你不但做的审计金 你还跑到他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逃出以言去唱歌 就代表你根本配合他洗钱 你根本配合他逃空勾资 你配合他去做违法的事情 那这个 这张照片 审计金就不能讲 这跟我无关 那时候我们已经交给朱雅虎 不 你是习位的 对 没错 而且那一天柯文哲还说 这个金华广场是大型的逃出影员 所以那时长现在目前为止 压力非常大 我们再跟大家看一次 你看建造发的日期 这个是白紫黑字 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的 执照发的纯根 111年10月18号 10月18号 这是111年的10月19号 居然就有这个开工天理 所以那你要说没有说好了吗 这是当天给你 你隔天就开工 所以我跟你讲 这是苗峰抢 那这是林柏峰 那这是这个许盛雄 他们都是有脸 有头有脸的上市上位公司 你行程没有五六天以前 跟他booking 一个礼拜给他booking 他根本不会来 所以跟你讲 这就是告诉你 他们早就已经有这些行程表 都已经知道了 非常清楚了嘛 而且从这个动工电力 可以看到 万事莫如动工机 万事莫如建造机 今天就很清楚 我一定要在我柯文哲 现任之前 把这个事情搞定 搞定之后 今天穿出了两个 非常荒谬的事情 怎么两个荒谬的事情 原来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有个协议 协议就是你今天的 这个所谓的顶月开发 当时你那三项承诺 你的所有承诺 你都要给我履行 这个协议 竟然是动工之后才签的约 另外就是台北市政府 我也要确定 口说无凭啊 虽然给你的建造 可是我也要确定 说我要给你容积率转移啊 要确定给你这么多的容积率啊 这个容积率 竟然是在讲万安时代才给的 代表当时急如新火啊 对 为什么很急 我跟你讲 111年的10月19号的时候 距离柯文哲下台的时间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赶快在这个时间 把它办完成啊 那我们就 刚才宝杰讲到嘛 建造发现还没有错 可是你这个容积奖励的 相关的这个后面的签约 还有你要给台北市政府 还有容奖的这个钱 都没有入贷 就让他建造 发现就让他盖了 所以呢 你要是没有 你要不是没有确定这些 你盖下去的时候 你盖上去的时候 万一后还盖不完 那怎么办 所以跟你讲 他们已经决定 反正就是硬干到底 硬干到底 好 那刚才讲的 这个硬干到底也看到了 危机小战 省信心他怎么干的 原来当时金华城 是赔了一屁股 他赔了一屁股 当时原来是银行要导赞 银行要是所谓的收散 是 银行要收散 拜托你不要收散 拜托你不要收散 我赶快要把你卖掉 卖掉的时候 当然大家就要买 对不对 没有 你左手换右手 你交给自己的孙公司 你的子公司是中石化 交给中石化下面的底月开发 交给底月开发之后 我刚刚讲的 别人300亿我不要 对 我居然溢价8% 溢价8% 你在前凑哪来的 还不是掏空公司来的 好吧 我刚才讲 这边有非常严重的猫腻 为什么这样讲吗 事实上金华城的资本 是204亿 但是从他一开始 因为到当年到2018年 决定打掉重练的时候 他已经上上资本的 快要亏光了 所以银行跟他说 你要卖就赶快卖 结果他从2018年 当时已经摇摇欲坠 他就开始去对外说要卖 可是每一次都没有 都说我不卖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2019年的9月的时候 突然就说我要卖了 我卖给谁 原本有人来标 有另外一家建设公司 出300亿 但是后来 他是用了374亿 谁来标 中石化 就是我的另外一边的 中石化公司的顶月开发 用更高价把它标下来 好 这有什么猫腻存在呢 我就跟你讲 因为你现在可能 涉嫌到掏空 因为金华城公司 省金金有非常多的股份 你这样等于是 掏空中石化 用高价 然后把钱转到你 金华城公司 这样的嫌疑 所以这有背信的嫌疑 再来我跟你讲 2019年的9月多 宝贤你知道什么时间吗 什么时间 很重要 因为在2019年 就确定卖到顶月开发之后 2019年的10月 黄珊珊就任台北市副市长 所以实际上 我2018年就可以卖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拖 拖到2019年的9月 然后确定卖掉之后 然后黄珊珊就入主市政府 所以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巧合 是互相叠加 你会觉得这里面 有太多怪事发生 这里面非常有意思 你看10月19号是动工 那一天我们查了 真的是 那一个礼拜最好动工的日子 好那我跟你讲 那一天是好日子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时间 宝贤你知道 那一年的10月20号 你知道什么日子吗 10月20号是 省庆金的生日 75岁生日 他生日那个礼拜 就这一天最好 而且18号过了之后 接下来几天都没有好日子 然后这一天开工之后 接下来是省庆金的生日 搞不好那天 他们还有去唱K歌也不一定 然后12月20号 蒋万安上任 如果你拖到蒋万安上任之后 可能就没了 这个案子会过吗 当然不会过嘛 那尤其是 大家都说 里面还有一个毛利 就是双层论坛 因为在整个双层论坛 2018年双层论坛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 沈静晶还有黄珊珊 他们都在同个桌上 也就是说 当时似乎是大家就连接上了 我想2019年 他不是金华城标授吗 九月标授 黄珊珊就就任副市长 所以我看到 这里面如果你把这些时间 完全堆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里面有太多 太多猫利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 当时大家就觉得非常奇怪 今天金华城本来是一个时代 金华城你不要说是 整个所谓的840 你连560 你都搞到这个所谓的灰头土链 你都非常的一个辛苦 你怎么可能一下560 冲脑800次 而且之前你这个 柯文哲周边的幕僚 全部都反对 那你为什么大反对 当然因为说 当然黄珊珊是一个关键 黄珊进到市政府之后 整个气氛 整个方向就完全做了 一个180的转变 可是黄珊珊有这样的 童点本事吗 如果你再把这个东西 再往前挪就有趣了 2018年的12月 双城论坛 这个东西刚刚讲到 今天柯文哲 包括了这个沈静晶 包括了黄珊珊 竟然都坐在同一桌 坐在同一桌 你就发现 这个时候 就只要发现 沈静晶跟柯文哲的关系 就拉上了 拉上了 以后就发现 柯文哲干嘛 开始干嘛 去爸爸会馆了 去开始 跟那些地下洗钱的人 开始有交往了 然后开始 金华珊就标售了 标售了以后 黄珊珊就来了 对好 事实上这个时序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那我再讲 10月19号开工 年75岁的生日 送给你一个生日的大礼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就讲 这次不是说顶月开发 有给金华珊五亿元吗 那我跟你讲 这五亿元怎么算 因为原本 560亿的容积率来说的话 他大概是可以赚100亿 但如果是到 840亿的容积率的话 可以赚500亿 500亿的1%就是五亿元 所以五亿元 他们就用这样算出来 算出来给沈静晶嘛 所以我才跟你讲 这里面来说 而且你知道 现在我就讲 沈静晶那些部分 目前有什么 爬数清楚了 另外一部分是来自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 检调不是说吗 选拳有三个月 涌入近两亿的 这个现金捐款嘛 我们不是讲过 这张图吗 在整个所有人 赖清德 侯友宜 还有柯文哲 红色线就是 现金的比例 你看他个人的 现金比例93.7 营业事业 营业事业 现金的比例 也有84.3 匿名的话 现金有60.8 你号称科学理性物实 你都要用 所谓线上汇款的 居然人家给你的现金 人家给你的 政治现金是现金 所以说剪掉 现在已经一笔 一笔 一笔现金在算了 对 所以你只要 把它爬出清楚之后 如果你能够 最后连接到 沈欣金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说 那就中了 所以我才跟你说 现在已经进入 真正的生锤区 走到这一步 甚至金流变关键 而这个金流的 关键的源头 竟然就是沈欣金 而且现在原来 4.3亿已经 把人家吓死了 搞到半天 现在又多了一个 5亿是9.3亿 而且今天 我们刚刚讲的 简调又开始 去查柯文哲 所有的金流 最后三个月 居然多了两亿元 而且是一笔一笔的查 很多人都觉得 难道柯文哲把这一次的 总统大选 变成一个洗钱中心吗 不然他跟我讲 简调一查询 才发现 事情大掉 为什么 内心搞不好打起寒战 因为原本以为柯文哲 只是单线进行 后来发现 不是 他的整个洗钱作为 是以总统大选 为一个核心 配合木格公司 多管其下 我们讲 第一个 你说上冲下起 左挫右揉 对对对 揉成一个柯文哲 喜欢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讲 首先我们讲 金华城这个案件 原本他讲说 我这个武艺园要分论给金华城 也就是你给我做这个生意 我很开心 但理论上来讲是什么 完工的时候才要给 就保德哥你猜猜看 什么时候就给 开工就给了 没有就合约签 签约就已经给了 签约就已经给 因为沈金晶一直吹 吹完之后 这个武艺园搬到沈金晶身上之后 你想说不对啊 那这武艺园去了哪里 就搞了老半天 根本没进金华城 这个武艺园 跑到了小省的口袋里面 而且小省怎么用 请问现在找出来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各位这就是重点一了 小省凭空不只是5亿人哦 他还有什么 公关费还记得吗 2020年的1.8亿 以及我们讲的 2021年的12.5亿 加起来是什么 4.3亿 所以保德哥 9.3亿人从哪里变不见了 从金华城 从微晶船 掏出来变不见了 但这时候 当沈金晶的钱变不见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钱增加了 你知道谁的钱吗 谁的钱 柯文哲的竞选中种专务 因为检调查到一些事情 太怪了嘛 说不对啊 你倒数最后三个月 为什么分别贿赂3000多万 8000多万 又6000多万 加总起来 1.95亿元 但各位 怪事怪在哪里 都全现金 全部都是现金 而且现金就算了 仔细爬出里面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怪在哪 99999 巴勒哥 这种数是一大堆 都是匿名的 跟关键密码一样 看起来就像什么 95至尊 祝贺柯文哲当选 结果一查之后 这些金流 加起来多少钱 各位不好意思哦 有3000多万元 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 柯文哲出来 受访的时候 跟各位讲说什么 说哎呀 对啦 我跟你讲啊 我们那个 状况旧成都现金 不可能啊 有人勾错了 保底哥我搞懂了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要把它混在一起 洗钱的真理是什么 搞乱掉 把账的钱跟干净的钱洗在一起 今天有一堆都现账捐款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如果说这些现金 没有这样喇咒会的话 绝对非常的醒目 绝对非常突出 所以我一把一喇咒 请问一下你分得出来 谁是现账捐款 谁是现金吗 但也就是因为账 难怪他的账 特别难做 所以保底哥 我们讲的故事 不是陈佩琴的619 我们讲的是整个竞选庄务里面 大选政治现金4亿里面 至少有3亿元 乱七八糟 去向不明 流向不明 很有可能都成为洗钱的利器 而且更不用讲说 木格也是一来一去 木格的账 更是一笔烂照 你看光是一个这种庄务 已经洗了这一大堆 对不对 但不要忘了 现在最可怕是什么 虚拟货币 现在检调在华语 现在查的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虚拟货币 那保底哥 这个虚拟货币你知道来源在哪里吗 在哪里 我跟你讲 台商圈盛传 来源于就是来自于对岸 而且还不是各位想的那样子 不是说对岸直接这样砸给他 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说台商圈里面 是不是非常多的生意 非常多的商人 大家全部通通集资在一起 提供给柯文哲 而那个形式叫做虚拟货币 你说他就说 宇轩你讲真的讲假的 来我给你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 2018年的时候这个叫什么 双城论坛 那时候柯文哲坐在主桌上 那怪了 有两个不应该 三个不应该的人 也出现了主 你知道谁吗 第一个黄珊珊 宝灵哥请问黄珊珊当时是什么 市议员 为什么黄珊珊这时候可以做主 还有谁 沈庆金 沈庆金再来 还有一个关键的 林崇杰 也就是金八局长 后来也说 金八局长也在上面 对 因为各位你不要忘了 进化城有什么 龙基转移 那个时候龙基转移 通通都是交由 所谓的金八局长去处理 产八局长去处理 所以那时候 包括所有关键的人都在这边 而且搭配最近一个很奇怪的消息 为什么 整个金座官院在爆料说 最近是不是有讨论到柯文哲啊 有AIT啊 关切啊 他们说不对 通通都是来自中国的认知作商 那就怪啦 中国如果说跟柯文哲之间 没有千丝万女的金流关系 为什么还要大费周商 特别帮中国 我们讲 特别帮柯文哲 动用媒体的力量 制造说 赖清德在金门被围困了啦 被军演围住了啦 说AIT关切柯文哲的事情啊 所以说 中国的国台办 中国在帮柯文哲 唯唯就造 在唯事 你唯疏啦 你想想看 国台办声明一发出来之后 马上就有两个奇怪假消息出来 而且搭配台上去的消息说 有资金好像来自中国对岸 而且你不要忘了 2023年的时候 柯文哲自己亲口讲句话说 有人要花两亿美金 让我当副总统 结果现在研究起来 这些消息 恐怕背后都 都跟中国有关 都可能跟中国有 非常高度的关系 会者 整个金华城 最诡异的支持一次 以前柯市府 是完全反对金华城 你可以有这么高的容积率 而且柯文哲 周边的幕僚也全部反对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而且你要对沈金晶 这么样的信任 你们两个人要做 这么密切的合作 那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结果我们现在爬出 你也特别叠心 我们就说 其实关键你要从 2018年12月的 那个双城论坛 因为其实就是从 2018年12月的 双城论坛之后 整个金华城 才出现微妙的转变 而2018年 这个所谓的双城论坛 刚好就怎么好 就刚好是 沈信金跟柯文哲 都在这个场合里面 中间还有一个黄山 在中间的穿梭 然后这个局就成了 是 其实那个双城论坛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水帮鱼 鱼帮水 什么意思呢 在2018年以前 就2017年4月的时候 沈金晶财务状况是差到 甚至他的债主说 我要扣押 他在信义区的一个相关的资产 他是已经没有钱到 要被扣押资产的 你说2017年的 他的债务状况很差 非常差 结果后来到了2018年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 对于柯文哲来讲 所有政治上要再上一层楼 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他双城论坛这件事情 要办得成 因为他才有跟中国这边 形成一个友好的情况 才有办法去跟民进党 进行这个部分 两岸关系上的话语权 还有办法在这个 所谓总统 未来迈向总统之路 他才有更吃重的角色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沈金晶投其所好 就展现出说 不管你要做 所有两岸关系 沈金晶自己本身 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就是在两岸关系上 你知道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叫做八千里路云合院 谁弄的 沈金晶投资的 对 沈金晶投资的 就是他的春池文教基金会 全力投资的 而且他有个堂地 在中国是高官 是神障级的耶 是 所以沈金晶发现一件事情 可以帮他解决 所有债务问题的人是谁 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 只要在金华城这件事情上 让他过 他所有几百亿的欠债 什么欠债 全部都解决 对 那他也清楚知道 柯文哲想要得到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一个青睐 就是想要打通中国的关系 就是想要办好 所谓的双城论坛 所以我拿我最有的优势 来换取你在金华城这边 让我可以融通 难怪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2018年12月的那个双城论坛 有这么重要 对 这厉害一件事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沈金晶他其实在盘算了一个局 他那时候即使在2018年 吃过这一顿饭之后 他就已经在打 把金华城这件事情 如何变成是用买卖的方式 在市场左手卖右手 让自己的顶月去吃下来 金夫爸用多少 用374亿 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374亿里面 顶月自己本身 其实是没有这个实力的 那钱怎么办 忠实化借他的 也不是说借他 忠实化注资给他的 所以你会发现 忠实化自己本身是一屁股在 他也没钱 他也没钱 所以他最厉害一件事情是 我本身已经穷得要死 但是我让一个 相对来讲在银行来讲 他的一个借款记录 干净的顶月出去来去标我这个案子 然后呢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拱上了300多亿 那时候就已经有那个 戴德良行说 如果每一个 每瓶用130万来卖的话 他这个可以干 楼梯买面积 大家听好 楼梯买面积是5万多瓶 他说忠实化可以从这个案子里面 赚到100 200亿 结果请问一下 现在楼梯买面积多少 12万瓶 所以代表 可以赚500亿以上 赚了超过500亿以上 所以你发现 沈青青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是 他不仅左手卖右手 连右手要去买的第一桶金 都是我自己借给他的 但中间有个最重要的关键点 什么关键点 你连带 你连带连不出来的话 你案子也不能办下去 对 那谁给他 星光芹 星光给他 所以很有趣一件事情 没有发现三个人缺一不可 沈青青台北市政府 跟星光芹 这三个人任何一个没有过的话 其实沈青青早就已经倒闭了 好 叶宝 看到你如果现在看到 那个10月18号的动工 回过头来再看那个 你的协议书 你现在容积乐转移 既然在后面做的 就代表 当时是强渡官山 非过不可 也就是要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把它变成了一个定案 让他完全不能转变 台北市政府从来没有这么荒谬过 宝洁哥 你知道柯文哲是 沈青青的什么吗 托拉A墓 托拉A墓 小丁档 要什么给什么 你知道吗 他一直拿出他的任意门 让这个沈青青 想要得到什么都可以得到 而且从2020到2022 两年来对于金华城的案子 让沈青青通行无阻 为什么我说是两年来都是这样 他的第一道叫做什么 现在黄警帽都招了 他说金华城案 柯文哲叫什么 凤交下 自从变当会之后 马上 而且要求黄警帽说 11天内 11天 你没有听错 真的是11天 要交办 而且要把它在月底前 把它完成 因为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当时从2020年开始 要办这件事情的时候 每一分钟都非常珍贵 每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他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过去柯文哲选举说 他自己苛政猛于虎嘛 对不对 结果他的监控 结果都是在金华城上面 因为黄警帽现在全部都照 他说11天要求他 然后凤交下 之后他这个为了要避免这件事情 他还拖了一个月 想说尽量拖 能拖就拖 结果柯文哲持续的给他压力嘛 然后时候就 都发局的这个公文签上来 说那这到底市府要不要送都委会 没有想到柯文哲竟然还决心 他想说天哪 怎么会这样 所以他就自爆 现在去检调这边 他还把当时的这些公文的资料 带去给检调 证明说他今天是因为柯文哲的脚板 第二道公文叫 第二道任意门叫做什么 叫做插队 插队 有这种功能 因为呢他赶 黄警茂赶在司法判决之前 把金华城的案子 又签了一个公文说 赶快研议进都委会审查 为什么急着要在判决之前做研议呢 为什么 就是插队嘛 因为判决出来 他怕说如果你们遵循了判决 以后金华城没有机会啦 就是 对啊 变定案了 对 他就已经成年老案了嘛 他又不是只有在柯文哲的这个案子 才这样子要求啊 那你今天判决一下来 不就是判金华城死刑吗 所以他就赶快在那个之前 对 赶快送这个 所以叫做第二道任意门插队 第三道任意门叫做什么 变条纸 memo 能快就快 有多快就有多快 只要不坐牢就好 对不对 变条纸也好 下公文也好 变签也好 都是柯文哲要求下面的 督发局的同仁做的事情 对 第四个任意门叫做 词寒清签 我就是要你快 对 你不要给我慢 我都不接受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字 你不可以给我走普通的公文流程 你不能等公友来帮你拿这个 拿这个资料 你要拿这个公文到处跑 是啊 谁等你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证词是谁说的 少秀佩讲出来的嘛 所以他就说 公务人员一层一层牵上去 你要迟寒清签 这个让我们的公务人员 连自保拍照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是不是陷我们基层公务员不易嘛 对 第五道门叫做什么 快马加鞭 他今天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 不管是协议书也好 我今天发现他的建造的申请 有一个复审的挂件是在111年的9月22号 保洁哥你知道他几天就让他建造核准吗 一个礼拜 七天 你知道我问建管处 我说为什么建造的核准从副审 一直到他核准 对 七天 平均大概是几天 你给我一个数字 平均是什么 三周 至少要两个礼拜到三周 这个是平均哦 对 那我说那金华城为什么一个礼拜 你告诉我原因 应该就是有人在关心吧 那我就问谁在关心 市长关心 还是议员关心 你真的是快马加鞭 还是局长关心 对嘛 那你一个礼拜你建造就可以核准 台北市那么多的建筑的案子 很少有人像这样子 一个礼拜就可以核准的 再来 协议书嘛 对不对 你今天10月18号 你去核准了 现在11月6号才签这个协议书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包含他的回馈 包含他的保证金 保洁哥你知道他保证金三个加起来 三个项目20%的融机奖励吗 保证金多少钱 80 将近88亿耶 你知道88亿已经可以让金华城 不用负担这个建筑的成本 他不用跟银行多带这些钱 对 等于是市府帮他负担 他把这个88亿拿来盖他的金华城 是不是可以减少他的资金压力 所以保证金是市府给的 你知道他的这个保证金 他规定在里面 他说等你要取得始造之前 再来缴这个保证金 但是只有绿建筑标章 有这样子的优惠 那我请问为什么其他两样 都可以允许他在取得始造之前 就才去付那个保证金 这个一般我们的标案 你的履约保证金都是在 得标的时候 就要付了 就要付了嘛 那你为什么金华城的这个 不用付 他要付但是是取得始造之账 等于他都已经盖好了 等你请始造 你再来付这个保证金 所以对金华城来说 这个如果不是独厚金华城 那到底什么才是独厚金华城 所以他现在 一样一样的证据拿出来 当然就是会被怀疑 有图力的问题